好,所以我们翻到这个马太福音的九章 我们上礼拜讲到耶稣对祷告的教导 那么特别我们上礼拜到祷告三 已经把这个马太福音第七章第七节的重点 把它解开了 如何祈求,如何寻找,如何扣门 那我们今天要看耶稣对这个工人的这个祷告 我们一同翻到这个马太福音第九章 我们从这个三十六节读到三十八节 好,一同来,一同来 他看见许多的人 就联明了他们 因为他们后生母流离 如同梁没有故人一般 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 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 要我们一同地都祷告 哈利路亚 主耶稣我们仰望你 主啊,当年你在地上三年半的劳苦传道 医病赶鬼 收国度的庄稼 但是主,你要我们祷告 你叫我们求庄稼的主 打发工人 去收你的庄稼 主啊,我们在这看到 今天在你的国度里面 最缺乏的就是工人 特别是合思的工人 所以你叫我们要好好祷告 求庄稼的主 打发工人 主啊,打发我们每个同学 成为你的工人 成为合思的工人 进到工厂 收你的庄稼 求你使用我们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那不晓得弟兄姊妹知不知道 这个 马台福音第九章 解断经文 也就是我们十七年前 设立丰收的时候 神很清楚地 把解断经文 放在我心里面 也成为我的祷告 主啊,求你打发工人 收庄稼 庄稼的英文就是harvest 所以从这个经文 我们产生了harvest seminary 所以讲一句 丰收毕业 不知道马台福音第九章阶段经文 表示你不懂丰收 我们神学的意向 就是要栽培合适的工人 全备的工人 能够进到工厂 能够收神的庄稼 harvest 那很有意思 当时神感动我 要给丰收神圈 定一个名字 就是两个字 harvest seminary 一个字不多 不是harvest theological seminary harvest theological evangelical seminary 像是华神 像是华神 Evangelical seminary 加个福音 神当时就是 很清楚就是两个字 一个字都不能多 结果 现在回头一想 就是圣灵神学院 因为丰收神学院 所看重的意向 就是要圣道圣灵 平衡的教导 单单讲圣道的神学院 讲神学院的神学院 很多 但是 不讲圣灵 东贤就知道 他在中国读了一年多 结果那个神学院 在中国还是蛮有名的 但是一提到圣灵恩赐 一提到方言 就说就是停止了 没有义兵赶鬼 没有圣灵的恩赐 这些是始乎时代的 是过去的 但是当 我定了这个名字之后 后来就想到 哇 感谢神 我们神学院 是什么 圣灵的神学院 我们真的感谢神 过去这十几年 有些从 很保守的教会 来到我们当中 装备 毕业了 被圣灵充了 那我们当中一个校友 可能很多人都知道 刘一仁牧师 在东湾葡萄园 他原来是在 非常非常保守的 教会来读的 完全 不知道什么叫 圣灵充满 什么叫 圣灵的恩赐 但他很有教导 圣经的恩赐 毕业 哇 比圣灵充满 哇 就是后来 就去了 东湾葡萄园 做牧师 那也有很 灵恩的弟兄姐妹进来 进来之后就发现 我不能今天就是 在那边祷告啊 看异象啊 做异梦啊 追求方言啊 追求能力 哦 这些只是 见证所传的道 需要好好在 至圣的正道上 照顾自己 在神学 在解经 这个道统的神学 这个2000年 那个重要 那个Arphodoxy 正统的神学是什么 一定要弄清楚 所以 感恩先生到毕业了 就不会 整天在那边讲预言 整天在那边做异梦了 整天要追求圣灵击倒了 平衡 那我们唐人老弟兄 都非常清楚了 他是东湾葡萄园的 最有灵恩赐的 但是老弟兄 都是对神的话语 追求 那么 自己开车 每个礼拜六 都来到这边 圣灵跟圣道的什么 一个平衡 所以感谢神 所以 马太福音第九章 三十六节到三十八节 可以说是我们 神学院的一个意象 那究竟 神要怎么样的供人 其实关键 今天很多的神学院 有些神学院就像宋尚杰博士所说的 因为宋牧师曾经去了美国 纽约最有名的协和神学院 Union Seminary 我去过那个神学院找资料 哇 他们的图书馆 是纽约整个东部最大的一个图书馆 资料是丰富啊 坐在那边看书找资料 Union Seminary 但是呢 他进去 佛热地读神学 结果不到一年了 整个信仰 都丢掉了 因为当时很多的心派神学 已经进到神学院里面了 批判圣经 批判耶稣的复活 批判神迹 所以他整个疯掉了差不多 所以后来幸好他参加一个聚会 遇到一个旅权道 再次讲重生得救的真理 耶稣基督的死下 他就重新被眺望 从那个聚会里面 他就完全被更新 所以他就离开神学院 所以回到中国 他说神学院是什么 鬼学院 真的我告诉你 今天美国很多神学院是鬼学院来的 因为他们不相信圣经的权威 不相信有神迹 很多心派的神学院 后来才建立了一些福音派的神学院 像Golden Conwell Trinity Fuller 这些都是最近这几十年的后期之秀 原来有名的Harvard Yale Princeton Union 所有早期有名的神学院 都变成新派 特别是普林士顿神学院 原来是很近前的一个长老会的神学院 我也有一年的时间 用他们的主书馆写论文 但是后来变成新派 所以在二十世纪初变成新派之后 里面有一批很近前的教授 特别是Grandmation 是新约的一个教授 还有另外几位的教授 他们就离开了普林士顿 在1927年 去到飞城 就建立了Westminster神学院 西米斯神学院 是持守基奥派的信仰 对抗新派的 所以感谢神 我们早期中国教育 很多的传导人要来美国装备 他们都不用去想的 一定就去Westminster 因为不需要担心进了鬼学院 我们华神有一位校友 康乃昌很可爱 他进了这个美北的信仰会 是新派的 他当时候有很大的抱负 想进去 知道是新派的 不如服却 愿着服指 想要把新派神学搞清楚 结果他后来跟我说 哇 进去之后 差不多他在里面读了十年 不给他毕业 因为你的论文 不配合他们新派的论典 不给你毕业的 好辛苦啊 他要跟那些教授 费啊 搞了差不多十年 才毕业 不能进错神学 出不来的 我告诉你 周三出来 第一年 第二年 就变第三年 你就死掉了 真的整个信仰都丢掉了 神的歧视 不相信 我跟那个东贤的爸爸 进步师聊天 他说 进步师说 哎呀 过去我们教会 支持一些人去读神学 读完回来 跟我就反对了 说没有神迹了 没有医病恩赐了 他说我头痛 不送去很好 送了回来 教育分裂 麻烦了 所以神学院的教导很重要 什么神学院 出什么的神学生 包括我们的神学院 我们的工人 特别能够在四方面 都能够全备 第一 需要有灵命跟个性 你的spiritual life 你的character 不要别人一跟你讲 你就受不了 你就发脾气 不干了 在各方面 待人接物 我们真的需要有好的个性 你不要说只有天线 哇 我就是只有独行 祷告 等候生 那跟人的接触呢 一个人接触就出问题了 没有地线 我们特别在 待人接物各方面 传道人 不是单单传道 还有什么 你不会做人的话 通常在教会 作为出问题 所以看到一个传道人 他能够带领教会 能够复兴 人数增多 绝对不是单单 他有恩赐 会传道 会讲道 他跟同工的那个关系 那个建立 那个默契 那个同工团队 跟牧者之间的那个互动 对这个牧者的那个 灵性美德的那个肯定 才能够真正把教会推动起来 所以现在 不是单单只是学神学 不是单单只是学 祷告山祭祀祷告 你的待人接物 你的个性 character很重要 所以不单单 你能够爱神 爱人 所以很重要的一个工人的 一个座右铭 是在哪里的 就是耶稣所强调的 那个最大的一个诫命 马可福音十二章 我们可以看看 我们需要怎么 会背吗 尽心尽信尽意尽力的爱神 其次的爱人如己 真的能够爱神 追求内在生活 读经祷告 亲近神 但是也要表达 爱人 爱人的灵魂 爱传福音 爱你的弟兄姊妹 我常常说了 没有这个 彼此相爱的 great commandment的遵守 没有什么 great commission 两个都是 一个大命令 一个大使命 今天教会都是 讲大使命 往前冲 往前冲 但是弟兄姊妹 不能彼此相爱 教会不能合一的话 你不可能 推这个大使命 特别我们中国大陆的教会 感谢神 今天非常重视 这个彼此相爱 合一 五家合一 能够同性的 推动 普世的算教 让中国 真的成为一个 算教的中国 但是假如 没有合一的话 没有办法 推动这个大使命 所以求神帮助 我们丰收的 毕业生 我们丰收所栽培 出来的工人 第一个 一定要在 灵命 跟个性 都能够成熟 你这样才能够 成为弟兄姊妹的榜样 你不能只会讲圣经 不会做人 就像我刚才所提的 一些小问题 弟兄姊妹送你一个东西 你从来不跟弟兄姊妹 说谢谢 那上来就出问题了 但我们在教会 不知道教会一些的 传统也好 一做错的事了 我们牧者 也要跟弟兄姊妹说 对不起 我弄错了 一定要 这个做人最基本的 假如 连这个最基本的 都做不到的话 将来在工厂 一定会出问题 我们再来看 马太福音11章29节 所以马可福音刚才 12章 告诉我们爱神爱人 然后我们的一个重要的个性呢 其实耶稣在马太福音11章 跟我们讲得很清楚 11章29节 我们找到一种来读 各式九节 我 所以我们 一定要学向耶稣基督的什么 游和谦卑 哇 这个很不容易 特别让我们幕会 在工厂 跟童工开会的时候 我当童工犯了错误的时候 千万不要动你的怒气 一定要游和谦卑 来劝说你的童工 假如你有一次在童工会 发了脾气 拍了桌子 我告诉你 你就完了 你就没有办法再带领 你的弟兄姊妹 真的 我在台湾幕会的 做童工的时候 曾经一个传道人 就是这样 开会的时候 发脾气 弟兄姊妹 没有办法 接受这个传道人 那我前两天 也收到我一个 毕业生 一个校友 给我LINE说 请院长为我们教育的合一祷告 哎呀 我说 为了祷告 一定教育又出了什么问题 所以 不一定是这个校友错 但是就是说 怎么样有一个好的人际关系 教会就不会闹死 所以我们常常说嘛 有关系就怎么 没关系了 没有关系就有关系了 你讲一句话 讲得不太动听 他就找你麻烦 家里他们跟童工去吃饭啊 广东喝茶啊 明显我们去钓鱼啊对不对 建立好多关系就没有问题了 所以我在母会的时候跟会友去钓鱼 跟他们去picnic 师母是最怕露营的 睡在那个地上 又怕蚂蚁又怕虫 但是还是要去啊 因为重要同工都去 我们就跟他去露营嘛 去哪里玩啊 都一起去 建立关系 不是只有一个教会内部的关系 我们真的需要建立那个感情 那个友谊 那个friendship 所以第一 灵命跟个性 第二 需要有在神学真理的装备 也就是我们在华神 当时的对神学生的一个要求 学识放在最前面 他把灵命放在第二 但是我们封锁要把灵命个性放在最前面 第二就是你的学识 对圣经的知识 神学真理的学习 犹大书二十节 什么 在至圣的正道上 造就着去 特别在以弗所说第四章 这个很重要 我们看以弗所说第四章 Chapter 4 我们一同来看这个第四章的 十三节 一同来读 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 好够了 我们需要对这个真道的道统 有同样的看见跟认识 在真道这个道统同归于一 而不是一部分的片面 所以巴不得我们的毕业生真的能够对一个比较全辈的道统 特别三句话 你记得吗 认识 认识 那这三方面 中国教会有一个重要的运动 叫三园河流 希望透过这个三个源头的 合在一起 就带来中国教会的合一 国度的运动 国度的运动 在这里面 所以才发现 现在中国大陆的教会开始推动教育的合一 但是怎么合一呢 要在真道上同归于一 这个真道的道统是什么呢 最少在这三方面 三个源头 三源可以合流 作为合一 对圣经 这个道统 真理的道统 基要真理的道统的认同 对圣灵恩赐的认识跟认同 也是保守派的教会 也开始敞开 接受圣灵的恩赐 然后密切派 累在生活 追求圣洁 追求与神亲近 这三个道统 叫做三源河流 所以如何在真道上同归于一 巴不得我们每一个同学 你毕业之前 最少能够在这三个道统 都能够认识 能够发现 哇 这个就是我们新教 Protestant Church 从马丁路的改教之后 所恢复的那个新教 基督教的 那个纯正的信仰 的道统跟根基 少一个都不行 但当然 一般的改革宗教会 他们的救恩论 救恩论是很棒 神论是很棒 但他们的圣灵恩赐论 都比较弱 包括mystical也比较弱 但是我们从教会历史2000年 发现 写两个道统 是不可少的 也是在圣经里面 从旧约到新约 众圣徒的经历 跟追求 第三 一个传备的工人 或是合适的工人 需要有圣灵的恩赐 跟能力 不是单单只有知识 还需要有能力 怎么看出来呢 耶稣的门徒 跟着耶稣三连 学各方面的真理 他们三连是什么 道学硕士 道学硕士毕业 就是这样 道学硕士快毕业了 但是单单只是有知识 头脑的认识 神学真理 还是不够 耶稣说 你们要在什么 耶稣三连等候 直到你们得着 从上头来的能力 所以你不要以为 我神学毕业了 可以了 假如你没有圣灵的 恩赐能力 经历你个人的五旬节 圣灵的教官 常常被圣灵充满的话 你去传福音 很困难的 我们真的需要 神迹启示 见证所穿的道 你需要被圣灵充满 你需要得着 从上头来的能力 要第四 需要有受苦的心智 我们一同看 腓立比书第三章第十节 少了这个受苦心智 你也没办法 腓立比书 第三章第十节 好 一同来 使我认识基督 晓得他符合的大能 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 效法他的死 不单单知道 耶稣的十字架 跟救赎 更要知道 认识 经历 能够 与耶稣基督 一同受苦 所以还记得 林道亮院长 给每一个传道人 最终叫来一句话 我们会背吗 也是我们丰收的一个 Logos 吃的苦 对了 还有呢 挨得穷 从而是要挨得住 然后进到宫 他要受气的 做的宫 你不要受气 你就跑掉 跟神说我不干了 No 坚持下去 吃的苦 一同来 吃的苦 挨得穷 受的气 做的宫 所以感谢主 我们很多神学院都在受恐 受穷 我真的常常跟师父说 哎呀 我真的是不忍心 我真的说 哎呀 半间的神学院太辛苦了 我也辛苦 同学也辛苦 我说神啊 爸爸你早点要我们搬到中国去 不要那么辛苦 何必来美国付那么贵的房租呢 那么贵的 对不对 中国租一个房间 哪有需要700美金呢 现在你在外面 去找一个房间 我最近在看报纸 一个单房都有700美金 中文在这里附近的 有些爸爸 我们都搬到 平顶山去 这个 对不对 我们搬到 新洋 七宫山最好 哇 漂亮 所以我们祷告 真的 我最近常常跟师母沟通 我们 要get ready get ready 但是 中国的门什么时候开呢 我们真的是祷告 我们不知道 但是我觉得哎呀 我们真的是受苦啊 所以求神来帮助我们 好 我们 所以求神给我们啊 合适的供人啊 在这四方面 真的不要来了丰收 这个两年三年 这个道统 真理的道统 也没搞清楚 然后灵命 也没有追求好 所以鼓励弟兄姊妹 假如你不知道什么 叫内在生活 去找 百里的小组 有吃有喝 又有内在生活 多好 所以 不是单单 只是礼拜天 去听个道 能够在小组里面 学习内在生活 操练 我真的很感谢 神 我在读华神的时候 我三年 就去容教师的西安堂 白天 我在教会去实习 操练 晚上我一定 七点钟 去到购置口西安堂 操练什么叫等候神 才知道 我原来有等候神 这个事情 如何 真正操练 知识跟葡萄树的生活 在灵里面 不断地仰望耶稣 不断地与耶稣 同行 所以一定要把这个 内在生活操练起来 所以 昨天我也很感动 听到明先生 鼓励这个熊丹 回到中国 要叫他怎么 好好操练你 在生活 不要再放来放去 所以 一定要把这个 灵命 这个 跟神的关系 一定要建立起来 好 其实 耶稣教导我们 祷告 求工人 不是一个 普通的工人 乃是一个 全备的工人 在这四方面 都要有装备好 感谢神 最少我们现在的同学 受苦的心智 绝对没问题了 我们每一位来到这边 真的是受苦 离开家庭 还要干活 还要担心生活费 真的是受苦 真的是不容易 好 第六 耶稣教导我们 进食于祷告 我只看一两个经文 因为我们 下一堂课 会花更多的时间 第五讲完了 祷告求工人 第六 我们只看 这个马可福音 第二章二十节 马可福音第二章二十节 好 运动来 但日子长到 新郎要离开他们 那日他们就要进食 所以耶稣很清楚地 教导我们 要进食 也要祷告 甚至他提到 有些的鬼 不透过进食 是赶不出去的 所以让我们能够 有机会 可以学习操练 有时候一天进食一餐 或者两餐 或者一天两天 我们操练进食祷告 好 到下面 因为我们不能讲太深入 第七 耶稣教导我们 要横切祷告 有两段经文 是非常重要的 路加福音十一章 第五到第八 路加福音十一章 所以耶稣特别强调 第八节的最后一句话 因他什么 情持迫切的直求 所以解释 耶稣教导我们 祷告的一个的态度 祷告要迫切 不是好像在那边 可有可无的 轻轻飘飘的 一些重大的难处 更需要 我们需要在神的面前 情持迫切的直求 也就是 乖乎到叩门的一个祷告 很迫切的 要进去 不开门 我就在外面冷死了 我不开门 我在外面就饿死了 这种迫切感 然后第二段经文 我们看这个路加福音 十八章 同样论到这个祷告 我们只读第一节就好了 一种来 耶稣设一个比喻 是要人常常祷告 不可灰心 所以都讲到 这个寡妇求不义的官 给她伸冤 虽然这个官 不想管 但是因为她 一直的 不住的去求 这个官 还是伸冤了 但我们的神 比这个不义的官好多了 所以只要我们 抓住神的应许 常常祷告 不可灰心 所以我都记得 过去老院长林道亮 给我们同学 画了一个祷告的天秤 来鼓励我们祷告 什么叫祷告的天秤呢 她说 这边是神的应许 你要神的应许 起来 章写 你这边要什么 要放 不断的祷告 需要不断的祷告的重量 你清静的祷告 可能只有 半分的重量 假如你 通宵的祷告 今时的祷告 每天的祷告 不住的祷告 这个祷告的重量 众生都在祷告 多人的祷告 同心的祷告 每一个祷告 怎么 一抗 就是加一个重量 很可惜 很多时候 很重的应许 需要很重的祷告 很长的祷告 不住的祷告 千万不要 你祷告到最后 只差 一钱重量 你就是差了一钱的祷告 你放弃了 也就是说不口灰心的 为什么再不多祷告一点点呢 可能就是差了一钱的重量 再一个祷告下去 这个就怎么 就起来了 越重的事情 越重大的事情 越需要重大的祷告 有重量的祷告 众人的祷告 教会的祷告 近世的祷告 通宵的祷告 许愿的祷告 放言的祷告 我们都要学各种的祷告 所以我们只剩下几个礼拜 希望都能够把这些重点讲到 所以 情辞迫切的执求 还有 常常 我们一种来说 常常祷告 不可灰心 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 不住的祷告 保罗教导我们 不住的祷告 Pray and ceasingly 第八 警醒祷告 我们之前也看过了 我们放到 马太福音 二十六章 四十一节 马太福音 二十六章 四十一节 耶稣教导 祷告 的一个重点 四十一节 一同来 总要 警醒祷告 免得 入了迷惑 你们心灵固然愿意 肉体却软弱了 我昨天在 预备观福 我有斯大福星 的一些资料 才读到 哇 原来这个神用这个 Edwin Roberts 他常常 就是不睡的 半夜的 不睡的 就是在那边通宵祷告 然后累了 就睡一下 诶 又醒了 然后就继续祷告 为福星祷告 真的是 警醒祷告 肉体虽然是软弱 但是他就是坚持 神给他这个 祷告的使命 要为到 普世的福星 威尔斯的福星 做一个代祷者 常常就是 真的胜过 他肉体的软弱 一个年轻人 二十几岁 但是就是 常常就是 半夜的 一直的祷告 好累啊 睡了一下 又起来又祷告 所以的确 祷告要附带一下的 特别耶稣在这里 提醒到 要警醒 祷告 免得入了迷惑 这个迷惑是指导什么 肉体的temptation 肉体是不想祷告的 肉体是想睡觉的 肉体是爬不起来的 肉体是不想进食的 但是耶稣提到 你需要 你需要 警醒 去付代价 免得路人迷惑 所以 这次耶稣提醒我们 如何 能够胜过肉体 胜过世界 等等的 这些temptation 能够警醒的 不住的祷告 那么9 第9 马可福音 11章25节 11章 25节 好 一种来 你们站着祷告 你们站着祷告的时候 若想起有人得罪你们 就当遥述他 好叫你们在天上的父 也遥述你们的过犯 26节 你们若不遥述他人 你们在天上的父 也不遥述你们的过犯 也就是我们在主导文 所学习的最后一句 我们要 真的是免别人的债 如同父免我们的债 你们不遥述别人的罪 天上的父也必不遥述你们 当我们不遥述 就表示 我们没有遵行 耶稣的爱的使命 表示我们就已经犯罪了 罪就拦阻了我们跟神的关系 就拦阻了我们跟神的祷告 所以 神也没有办法遥述我们 当你求神遥述你 但是 你不遥述别人的罪 成为这个拦阻 那我上次也提到了 这个罪 是关乎到 你跟神的关系 是成圣的关系 这个罪不是关乎到 你不得救 或者是下地狱 因为 我们因信就称义了 当我们信他的名 就不自灭亡 反得什么 永生 真的得到了这个永生 而不是一半的 我行为好 我就有永生 行为不好 就不得永生 不是有条件 是真正实实 但是 现在你就得到了 所以 这个罪是影响到 我们跟神的关系 你就没有办法 真的经历到 神更多的 得生命 得得更丰盛 神的恩典 不会在你的罪中显多 你没有办法经历到 圣明节二十八章 第一节到十四节 种种的祝福 圣的罪 会败坏你的 树林五官 你的灵觉 如今没有亮光 你祷告 没有能力 没有看见 圣明节 这个礼拜四的祷告会 我叫弟兄姊妹 导读蓝灵经文 第六章 我特别在前面提了一句话 求神看我们灵你的眼睛 看到神的荣光 看到神的宝座 我们祷告 假如神不开我们的灵眼 看到那个赎令的实际 你的赎令 还是跟空气讲话 没有用的 你的赎令的耳朵 你赎令的悟性 赎令的眼睛 要被开通 当你真的在导读 以赛亚书第六章的时候 你真的好像看到神的荣光 而师母甚至读到说 震动 她感觉到震动 因为有呼喊的声音 门槛什么 震动 哇 所以师母那天很兴奋 回去跟我分享 哇 我们祷告要呼喊了 Shall to the Lord Cry to the Lord 好像那个门槛 地狱的根基 要被震动 你们 你要感觉到那个震动 看到神的荣光 神的宝座 你的祷告才会 make sense 什么都没看见 什么都没感觉 就在那边 祷告祷告 跟空气讲话 No 你来到神的宝座前 真的看了神的荣光的 你灵的眼睛 没有打开的话 你的祷告 你的属灵 五万没有被打开的时候 你的祷告 没有能力的 但是假如你犯罪的话 罪会 pollute your spiritual senses 就好像 病 会让你的身体的五官 受损 你一发烧 你就晕了 对不对 所以 罪 假如你不好好对付这个罪 在神的面前 真正认罪悔改的话 你的灵命 不会进步 你没有办法 经历神更多的恩典 神的同在 就好像以色列犯罪 雅干犯罪 失去了神的同在 打一个小小的仗 爱上打败 带他们 在神面前行隔离 洁净自己 警醒 按照神的心意 方法来攻打耶利哥 那么大的一个 健厚的成长 当他们一呼喊 一在那边赞美 吹脚的时候 整个成长 什么 神为他们 正在 今天你的生活 你的师父 为什么那么困难 师父因为有罪 拦阻 神没有办法 为你正在 所以 一定要把这个罪的问题 对付 所以耶稣特别提到说 我们要去谣述 我们要对付我们的罪 否则的话 罪成为你跟神之间的 一个拦阻 你没有办法 尽力神丰富的恩典跟同在 就是那么耐 千万不要以为 只有信耶稣的时候 才认罪 对 我们信耶稣的时候 认罪悔改 一信称义了 得了神的生命 免去地狱的灭亡 但是当你信了耶稣之后 耶稣说要 彼此洗脚 你走在 这个世上的时候 会染尘埃 会犯罪 你的老我罪性 会出来的 每次犯罪跌倒 一定要 好好认罪 悔改 恨罪 离罪 离开了个罪 否则我们都不需要 守圣餐 明白吗 我们每个月 甚至有些教育 是每个礼拜 守圣餐 守圣餐是什么意义啊 省察自己 要我们的罪 再次真的被省察 在神的面前 在主的饼跟杯面前 能够认罪悔改 借着耶稣的宝血 再次新鲜的来 涂抹我的罪 再次新鲜的 经历神的赦免跟恩典 假如不需要认罪 就不需要守圣餐 只是为了纪念吗 纪念也不需要 有这个圣餐 可以用别的方法纪念 多读几节圣经 也是纪念 不是单单纪念 透过每一只圣餐 真的是 英文翻得很好 叫Holy Communion 是与神伦理的 生命的一个团契 跟交通 把这个罪挪去 除去 没有任何的间隔 没有任何的拦阻 我可以在灵里面 真的是 与耶稣基督 有亲密的灵教 享受 他救赎的大爱 享受到 符合生命教育里面的运行 浇灌 充满 甚至 笨得的医治 但是就是 你要真的好好对付你的罪 没有任何的罪 拦阻耶稣基督的灵 灵到我们当中 彰显他的荣耀跟大量 所以 一个教育要复兴 你们站在墓会 一定要把这个圣餐 好好地看中 不是 像我们传品 像我们传杯 传完了 做个祷告 不是 随随便便 就是 只是一个仪式 天主教的败落 就是把很多重要的真理 跟经理 变成一个仪式 聚会所 为什么 能够吸引那么多的弟兄姊妹 让他们 爱主 就是每一个礼拜 那个薄饼的聚会 白饼的聚会 我以前去过 郑吉光的教会讲道 也去过 一红杰的教会讲道 参加他们的白饼 我特别记得有一年 就是 萨克斯 在亚洲 在香港 在我们美国也害怕 结果 哪天 玉丽就先祝福了 那个饼跟杯 那个是 很多弟兄姊妹不来 薄饼聚会 怕 因为他们真的是用一个 一个大的杯 医院喝一口的 不是开完 你要凭信心喝的 对 就是这样 那你刚才是SARS 对 一个大杯就传到我这边来 我就领你祷告主 你的保血洁净 真的是保血洁净 就喝一口 不是说你 到处来 有些人没信心 他们就拿个小条缸 逃出来 再喝 那我是传套 我怎么能够学他们到处来了 一个饼一个杯 对不对 就喝 对不对 感谢主 没事 没事 不好不好 不对 其实初代的教会 爱宴就是纪念主 初代的教会 是每个礼拜 所以聚会所是 是对的 是对的 这是合不圣经的 应该每一次聚集的时候 他们有爱宴 你好好读 过年多全书十一章 其实是个爱宴 彼此等待 吃饭 耶稣最后的晚餐 就是那个圣餐 所以 能够每个礼拜是最好的 所以可以安排了 但是我的意思是 站在你们幕会的时候 一定要看重这个圣餐 甚至 有些弟子姊妹 真的是在 好好在神面前 仰望 祷告认罪 耶稣服务生命的大能 透过那个饼 经历到 有些弟子姊妹 病就得着医治 他们就在圣餐聚会里 就做见证 耶稣医治了我了 我本来腿痛了 哈利路亚 现在好了 耶稣师母常常说 你都是信心算高 我说对 就是要信心领受 算高我的腿好了 哈利路亚 感谢上我的腿 现在越来越好了 我今天上楼梯 就上来了 所以感谢神 继续祷告 说不定那个 祷告天秤 就是差你们 最后的一点点 我们迫切祷告 彼此带求 哈利路亚 所以 讲到这个 罪的问题 一定要 常常 就是 在神的面前 有一个 敏锐的心 常常能够 看到自己的罪 跟需要 那么天 哇 这个太重要了 那么天 路加坤十一章 假如你没有这个的经历 你的事奉 就是缺了一环 路加坤十一章 我们一同来读 十一章 从十一节读到十三节 把它背起来 十一十一啊 四个一啊 记住 常常要教导 这个 四个一 很重要 一一一一 所以圣经 就是那么奇妙 告诉你这个 一一一一 四个都是 一一 很重要的 一同来读 十一节 一同来 你们 何放天父 岂不更将圣灵 给求他的人吗 当我们信主 按照以复 所说第一章 我们就得着圣灵的印记 跟圣灵的泪注 你不需要求的 当你信耶稣的时候 信福音 信了他 我们就得着圣灵的印记 圣灵的泪注 但是耶稣在节礼 所讲的事 要你求圣灵的充满 如当河水江河 从我们的生命中 可以涌流出来 这就是耶稣 教导门徒在耶路撒冷 要等候 求圣灵的能力 所以节礼 所提的 何放天父 岂不更将圣灵 给求他的人 这里求圣灵 是指到求圣灵的充满 求圣灵的能力 这就是在十字寻传 第一章跟第二章 耶稣在第一章所应许的 当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 你们就必得着能力 就是需要这个圣灵的能力 圣灵的充满 让我们可以 有能力的见证所传得到 我们也翻到约翰福音十四章 十六节 我要求父 父的另外是给你们一位宝灰师 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 圣灵不但永远的内住在我们里面 这个叫indwelling of the Holy Spirit 我们一定要分辨 圣灵的同住跟内住 indwelling 但是更需要经历infilling 圣灵的充满 跟教官 然后我们引起了 圣灵充满是两方面的 以赴所书第五章所讲的 圣灵充满是什么 道德美德的充满 好让我们能够口唱 心额的赞美声 能够彼此的顺服 能够爱惜光阴 能够明白主的旨意 你好好看以赴所书 第五章十八节的上校文 的确那个充满在原文是 Payroll 还记得原文那个词吗 好 我去查稿一下 十七传第二章所讲的圣灵充满 第四章所讲的圣灵充满 方党讲论神的道 保罗被圣灵充满 能够让鱼女马的眼瞎等等 这种能力的彰显 方言的彰显 讲到恩赐的彰显 依能的彰显 是什么充满 是恩赐能力充满 原文是Payroll 这个原文的词 是两种不同的充满 我们都需要 那么假如从经文的角度来说 我们需要 郭伦敬多前书十二章的 九大恩赐的充满 同时也需要 加拿大书第五章九大国旨的充满 你们 两方面的充满 也就是耶稣特别在这里 要我们求圣灵 不是求圣灵的泪住 而是求圣灵的充满 in feeling 然后第十一 祷告的特权 都在第十四章十三节 刚才我们所读的十六节的前面 你们若奉我的名求什么 我必成就 所以我们上次已经解释了 什么叫奉主的名 不是奉你自己的名 奉你自己的需要 来是奉耶稣圣洁的名 祂的名是公义的 是圣洁的 是慈爱的 你说求的是配合主的名吗 还是配合你自己的私欲 所以假如你是配合主的名 也就是主所应许的 我必成就 那这个我必成就呢 其实也就是老约翰 他晚年的时候 回想到这个应许呢 他在约翰一书 这个第五章 讲同样的一句话 他说 这个第五章十四节 写下来 我们若照他的旨意 求什么 他就听我们 解释我们向他 所存坦然无惧的心 我们若是能够照他的旨意 若是照他的圣名 奉他的圣名 求什么 神 他 听我们 也就是 使徒约翰在十四章 所记载耶稣的话 我必成就 所以要明白这个含义 否则你想 求来求去 怎么求不到 你真的是奉主的圣名在求吗 然后到了十二 就是耶稣论到 这个法利塞人跟税吏的祷告 我们一同翻到 多加福音十八章 我们希望节节就把这些部分讲完 多加福音十八章 我们只看第九节到十四节一同来 耶稣 大声一点 表示别人的 这有一个语言说 有两个人上天去祷告 一个是法利塞人 一个是税吏 法利塞人站着 自言自语的祷告说 神啊 我感谢 被自卑自卑的必胜为高 所以耶稣在这里教导我们应该怎么祷告 要自卑的真的看到自己是个可怜的罪人 真的带着一个认罪悔改的心来到神的面前 而不是好像在祷告里面故意要表现自己 如同这个法利塞人 在那边俗说自己的美德 而不是俗说神的美德 所以这方面我们要非常的注意 让我们的祷告真的是从心灵诚实 透过一个自我的认识跟反省认罪 来到神的面前 所以 他是真的 耶稣也没有说他撒谎 他只是在制高 他真的做到了 真的也不容易的 不容易的 所以犹太人他们真的是 不但是守十条诫命的 表面上他们真的是做得很好的 六百多条的诫命他们在守了 不得了的 就是外围的诫命 连不敢按电梯 不能做 按十字做工 点佛都不能做了 他们真的是守了 不得了 好 我们再看十三十跟十四 在路教福音十九章 三十八节 就是刚才放在后面 十九章三十八节 很重要 三十八节跟这个四十节一同来 三十八节 这是应当称颂的 在天上有和平 在自高自处有荣光 然后四十节 四十节 耶稣说 我告诉你们 若是他们闭口不说 这些石头也不要复叫起来 所以耶稣在这里教导我们 要复叫什么 要颂赞我们的神 当称颂 我们的神 我们需要常常以颂赞为祭 来献给神 就是西伯来书十三章十五节所说的 然后最后 也就是最重要的 假如今天的教会 教堂 能够了解耶稣这段话 我想教会的光景会大大不一样 我们翻到马太福音二十一章十三节 马太福音二十一章十三节 一同来 对他们说 经常记得说 我的殿必成为祷告的殿 你们到时它成为结果了 巴巴的每一个教堂都能够成为个祷告的殿 巴巴的每一个家庭都有祷告的祭坛 而不是教堂只有礼拜天在开门 天主教有这个优点 他们的教堂的门是白天是开的 因为信徒随时可以进去什么 跪在那边祷告 随时可以找神父告解 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居教的门 只有礼拜天才开 没有人祷告 没有用 所以假如单单只有礼拜天 或者是礼拜六用几个小时 不要买教堂 浪费钱 去租就好了 这个教堂应该成为什么 祷告的殿 将来我们牧养教会 巴巴的 假如神给我们一个会所 一个教堂 能够让弟兄姊妹 早上一早就会来祷告 随时可以有空 都来到教会祷告 能够甚至有牧者 有带祷者 陪着他们祷告 所以感谢神 My Pickle 抓到这个遗像了 等一下我们还要介绍这个爱好 这个祷告殿 他就看到 要有这个祷告殿 能够在每个城市 都有祷告殿 甚至是24x7 24小时 7天的不住的祷告 不住的赞美 好 我们时间 这些堂音可以了 我们休息几分钟 谢谢 为什么这个礼拜堂 有门关起来呢